我們只能把貢品往外引 不要往內收 農曆七月普渡法會 桌上擺滿滿的貢品 餅乾 水果 麵食類 周圍民眾全都蓄實待發 因為時辰一到 大家瘋狂搶食大手一勞 把食物全部搶光 過程中還因為推擠 重番貢桌 整個過程眼花繚亂 僅僅50秒的時間 就把貢品一掃而空 民眾各個慢載而歸 大包小包回家 你還用推車喔 柚子 乾料 糖果 這樣吧 這次出差給很多人吃 還夠了 夠了 而這個動作 其實是苗栗縣銅鑼箱 國興村五福廟 每年農曆七月普渡法會結束後 特有的搶貢品習俗 水果啊 麵包啊 那個米粉麵啊 那些啊 這是我們五福廟的傳統 就是給大家平安 很壞起心 四十多年來特有的傳統 今年約四百四十六桌 近八百多份供品 就是希望讓人人都有得拿 帶回家嫁平安 暫秀五巨賢 苗栗採訪魔導 有九十四桌的 Alexander 第二天 過千七九 我可以也有三百多和